各位顾客,大家下午好啊,今天我要来讲一下这个新款的i-Veld Smile 250i Smart Welder 为什么叫Smile Welder,等下我就会解释一下给大家听 这个i-Veld牌子的 250i Smart就是说是烧焊机啦 250i Smart Welder就是它最终的Vertage可以到250A 它有什么好处,来大家看一看啊 现在叻,它有这么多盏灯,有VRD 看到吗,有Anti Stick 有Kel AS5 Hot Start,就是Hot Start的意思就是在它 开始烧焊的时候,平时如果是要烧焊漂亮的话 我们会先热一热那个烧焊头啊 要挂一挂那铁板,让那个烧焊头红了才比较好烧 这一家就不需要,它直接有Hot Start Up Force,Up Force平时是Duty Cycle Duty Cycle就是它的电的那个 AC跟DC那个地方它会跳上跳下的 所以平时Up Force都是调到Full啦 等下我会告诉你们怎样调 OK,还有Vading Road 可以烧2.0mm的 2.5mm的 3.2mm的 4.0mm的 还有5.0mm的 OK 这些MM呢,平时我们就是讲 2.0mm是14号啦 2.5mm是12号焊条 3.2mm是10号焊条 4.0mm是8厚焊条 5.0mm是6号焊条 OK 怎样调呢 它很Smart的 OK,我们先调这个A 这边调它转啦 OK,当我们调这个到31mm 32mm,慢慢上啊 不要这样紧张啊 上到去 上到去 一个 OK 50 50 30到50之间 OK,它还是可以烧2.0焊条啦 就是14号焊值咯 OK 然后51开始 OK,它就自动跳了 跳去 2.5焊条 就是12号焊值 OK 我们再调 OK 80 80 OK 50到80的 那个A数呢 这些就可以烧到2.5的焊条 OK 你们不用再问了 2.5是要多少火力去烧啊 什么什么啊 这些就不用问了 它自动了的 自动 OK 81开始 就开始是到 3.2焊条啦 就是 10号焊条 OK 再调 它自动 就会 OK 到140以上 就是烧 8号焊条啦 4.0 OK 一路上到210啊 210 OK 210还是在4.0啊 8号焊条啊 OK 我一再调一个 它就跳去5号焊条 所以5号 啊 sorry 6号焊条的话 就是 210A开始到250A 都可以用 在 6号焊条 就是5.0mm的焊条 OK OK 然后接下来 你按一按这个 再 它就会跳去 这个焊头 小焊头 就会跳下来 OK 跳下去 呃 HOT START HOT START呢 它MAXIMUM可以跳到100A啦 就是它在 还没有烧焊之前 你要那个焊条是热的 热到什么 呃 程度 平时我们是放90%了啦 OK 你就不会要 卡那个焊条 卡到它 红头为止 才可以好烧 OK 这个功能就 免了那个 动作 直接就可以开始烧了 OK 再按一下 它就会跳到去 ARC POS ARC POS DUTY CYCLE啦 OK DUTY CYCLE 呃也没有什么好讲啦 呃 放弃10A就没有问题了的 OK 放弃10A OK VRD VRD就是我们 呃讲的 Vortex Reduce Device OK Vortex Reduce Device的好处 那天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你们可以在 呃下雨天烧汗 OK 那个摸到的那个 汗条的部分 不会走电 OK 或者是在水下烧汗 OK 这个就是VRD的功效 OK Anti-Stick 啊 一个叫Anti-Stick Anti-Stick Anti-Stick就是我们 不会黏汗条啊 啊 那个烧汗烧到一半的时候 那汗条不会黏在那铁板那边 OK 全部是Smart Builder 很自动的帮你做完了 所有的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烧汗到了 不用再调什么东西了 OK 怎样开怎样关呢 这个 呃 VRD跟Anti-Stick OK 按按按它啊 挑刀上去 OK 箭头在这边你就转它 OK 呃 我转一次 它就关到完啦 再转多一次它VRD找咯 再转就Anti-Stick找咯 OK Anti-Stick找 OK 再转啊 就VRD跟那个 呃 Anti-Stick一起找咯 OK 通常 如果你们要烧汗工很漂亮 都是两个开着它最好啦 OK 没有什么事情也不要去管它 OK 它还有呃 这一个就是 这个灯就是 Over-Voltage Protection 啊 Safety来的 OK 如果你一个Face Leg了 它变到110V 啊 你的电来到不漂亮 它也会找这个灯 OK 啊 现在是Standard 220V OK 啊 好 OK 谢谢大家